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我们教会还是要慢慢养成习惯大家要读圣经 这个我们还是要这个习惯比较好 这样子一边当一边说可以吗 我可以的话一直读到三十九节 好 二十二节开始有一天 一二三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床 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和纳宾去 他们就开了床 正醒的时候 耶稣睡着了 菩萨和弗兰奇的暴风 他将满了水 甚至威胁 门头来救醒了他 说 夫子 夫子 我们上命啊 耶稣睡着了 是指着他 狂风大了 狂风大就是住平静的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他们又巨大又稀奇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他吩咐风和水 你风和水也尽从他了 他们到了和他生 这个地方就是在一面的对面 耶稣上的爱就有成立的对对 父子的一面而来 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 无众男子 只住在同学里 他见了耶稣 就不顾在他面前 大声含叫说 直到神的儿子耶稣 我为你又是什么相干 求你不要教我受福 是因耶稣曾吩咐乌鸟 从那人身上出来 原来这位女子抓住他 他常被人看守 又被铁链和脚链红锁 他见他所被挣脏 被鬼打到那里去 耶稣问他说 你不要教神吗 他说 我不要去 这是因为负责他的鬼多 鬼就严求耶稣 不要吩咐他们到五顶坑里去 把女人有一大群猪 在山上知识 鬼严求耶稣 准他们进入猪里去 耶稣准了他们 鬼就从那人出来 进入猪里去 于是那群猪传下山牙 投在谷里淹死了 发出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 去告诉神明和乡下的人 中文说要办事什么事 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 坐在耶稣脚前 穿着衣服 心里领摆过来 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 人家里被困惑的人 怎样的就告诉他们 可说是所有的人 因为害怕的人 都求耶稣离开他们 耶稣就上床回去了 鬼所离开的那人 恳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却把他帮回去 说您的家居传说神为您做的 何等待的事 他就请看 当心里常见耶稣会把他做的 何等待的事 耶稣復论在这时候 重重的理解他 好就停了这点 那PVT有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用这两段的经文 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 在芬兰州敬耶稣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这段经文呢 在我们当中 有一些人会有熟悉 门徒开船 在加利利湖上 经历风暴 这样的一个事迹 在以往的讲道当中 也是多次的提及 师福音书当中 都有门徒在加利利湖 经历耶稣 平静风暖的记载 从师福音来看 门徒经历加利利湖风暴 他们至少有两次 一次呢 就是今天所读的经文 甚至说耶稣和门徒 都在船上 是这一次 另一次呢 是五饼二鱼 给五千人吃饱的神迹之后 耶稣就吩咐门徒离开 然后坐船走 那耶稣自己那一次呢 就到山上去祷告 到了夜里面呢 那次风浪大作 耶稣行走在海面上 有一次是这一次 那一次呢 是经营七月份的时候 孙牧师在我们当中 就分享过这个神迹 题目是跨越人生的芬兰 那今天我们是读 路加福音的经文 那么作者路加又一次 在耶稣讲论之后 这一段的经文是 耶稣讲啥种比喻之后 那么路加之后又泛进去 一个神迹故事 耶稣的讲道 跟耶稣的引行 你会注意在四福音书中 大致上每一卷书的作者 都会把耶稣所讲的 还有耶稣所行的 就是把它交织在一起 不是说全部写耶稣讲什么 之后都写耶稣做什么 他会把耶稣所讲 跟耶稣所行都交织在一起 这样子会让我们 更全面地领受耶稣的信息 耶稣所赢的 我们可以称他为看 称他为听进的道 但其实耶稣所行的 你也要注意 耶稣所行的也是道 那个叫看进的道 因为耶稣甚至说 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 他来的是把神表明出来 所以耶稣所行的 也是神的道 这边你要注意了 不单单是耶稣说的 耶稣行的也是 所以我们需要看耶稣的生活 看耶稣吃饭 看耶稣怎么做事 看耶稣行神迹 这都是神的道 所以我们有听见的道 再加上看见的道 这些能帮助我们 过信心生活 对吧 你单单有听见的道 你没办法在生活中 怎么去生活 所以耶稣是看进的道 所以今天我们要更注意的是 耶稣是看进的道 不是听进的道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耶稣行在分烂中 他给我们的信心 有哪一些学习呢 那我们看 在分烂中敬耶稣 我们先来看 第一翻面 第一 信心在生活分烂中 总是 现在讲章都有停中题了 以后你可以做笔记 醒出不足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先来说一说 加利利湖 加利利湖是犹太人 重要的一个淡水资源 它是约旦河的上游 约旦河流流流流 下游的是流入死海 那么从约旦河 这个上游流入下面的 这个叫约旦河 流到下游那个叫死海 为什么叫死海呢 它的水只有流进来 没有流出去 然后死海的水 只有流进来 那水会多起来吗 不会 它的水会蒸发掉 那它水蒸发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多银分 那所以海水是行的 就是行 行的呢 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 含量非常高 所以死海是没有鱼的 水也不能喝的 如果你去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 去死海旅游 飘在死海上面 但是游泳的时候 注意不能喝水 如果水喝进来 要送医院的 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 这个死海是没有鱼的 所以加利利湖就很重要 所以加利利湖里面 有很多鱼 并且那里有很大的 一个鱼货市场 耶稣也是 借着这样一个 鱼货的市场呢 的流动性呢 耶稣是常常在那里讲道的 那下面给大家 让大家看一点点图片 这个就是加利利湖的 一个照片拍过去的 加利利湖 加利利湖它一圈 它有五十多公里 它比较宽的地方呢 它有二十多公里 比较窄的地方 有十七公里 所以相当不小了 它比小巴黎是大多了 那是五十多公里一圈 我们再看下面的图片 这个是现代城市的 加利利湖滨 这个是提比利亚城 约翰福音最后 不是谈到吗 在提比利亚的海滨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城市 也是在加利利 我们再看呢 这个就是加利利海的 它的形状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里大家可以看 有加百农 博赛大 有这些地方 那这次我们读的耶稣是从这些地方 坐床来到这个地方 这里叫格拉森 这个地方可能是 那么他们这个地方呢 是加利湖呢 这里就形成了很多渔业 他们叫大鱼啊 这样子 大鱼为生 做很多这样的事情的 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看在圣经里读到呢 就说那天耶稣提出来对门徒说 我们渡到湖那边去 就说他们要渡到那个对岸 从这里到这里 他们渡过来 渡到对岸去 他说我们要渡到湖那边去 那么他们渡的时候呢 就突然之间就刮起了暴风 这个风大得不得了 船都要甚至被翻掉 那为什么风会这么大呢 大家知道吗 这里是下加利利 就是说这是耶稣 门徒长长步道的地方 加百能 你看这里的地势是很低的 但是这个加利利湖的对面呢 格拉森呢 非常高 是个高原 这个地方叫哥兰高地 以色列在几年之前把这块地占领的 就是现代他们占领哥兰高地 还有他们圣经中有没有提到黑门山 他们在那里可以看到雪山 黑门山 所以黑门山是2800米 很短的距离就降下到海面以下 215米到258米 你看看这个距离等于3000多米 所以这个地方的地势是非常陡的 然后这个高呢 马上高起来 这样子呢 他说黑门山是有雪的 它的空气下来的时候 产生的空气会直接冲到这个海面 冲到加利利湖灭 然后所以这个湖灭就 一下子就疯烂大作 这是他们所产生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气候 他们原因是这样子 跟他们的这个地形是有关系的 好 那么对于耶稣的门徒来讲 他们很可能认为 他们有信心 面对这次步道的旅程呢 为什么呢 再说了 因为首先耶稣提出来 他说我们是跟着耶稣去的 是耶稣叫我们去 应该不会有风浪 对吧 肯定安全 是不是啊 还有呢 即使有也是小风浪 对吧 在床里摇摇摆摆也可以啊 还有你看 耶稣一上船 耶稣就找到一个地方 床尾 一般是床尾可以睡觉 就找到一个地方 耶稣就在那里休息睡觉 你看看 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就给人感觉 这趟旅程应该很轻松 那都是耶稣去 你看耶稣都那么放松啊 我们这次就轻轻松松 架着船去对岸 再说了 我们这次船上 我们十二个门徒中 我们有五六个 六七个都是打鱼能手 你看这样的船怕什么怕 对吧 多保险啊 对吧 所以就不用怕 在那的风浪也不用怕 对吧 所以门徒他们出发的时候 我想他们肯定是信心满满 他们信心满满的就出发了 但是船呢 正行在加利利海面上 在开开开的时候呢 经文就说 突然就起了暴风 这次的暴风非常大 床里面满了水 床里面满了水是很危险的 床里面没有水没关系的 风浪大雨没关系 床里面满了水 这就很危险 所以这样危险的时候 就是这些门徒 他们大部分都是驾床高手 但是他们都驾驭不了 因为风浪太大了 所以到最后 原来这个门徒 他们这些门徒都认为 这次我们一定会翻船 所以他们赶紧去叫醒耶稣啊 他们去叫耶稣的时候说 夫子夫子 夫子呢 在路加福音的意思就说 师父师父 不是老师的意思 是师父师父 我们上命了 耶稣醒了之后 结果耶稣赤则风浪 就平静了 然后耶稣还对着门徒 说了一句话说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这时候我们看见啊 风浪中会醒出 门徒的 他们的信心小 醒出他们对耶稣的话呢 不相信 因为我们看啊 这一趟的旅程 是耶稣提出来的嘛 对吧 耶稣说我们渡到内边去 那当风浪大做的时候 方腾广 刮来刮去 你看门徒叫耶稣的时候 叫耶稣的时候 怎么喊的呀 他们怎么喊 我们上命了 刚才经文读了 还没记住了 他说我们上命了 我们要死了 这样好 我们要上命了 我们想 渡到内边去 是谁说的 耶稣说的 那门徒还说 我们上命了 意思是什么 我们去不了 对吧 不但去不了 我们要死了 所以你看 门徒们在疯烂中 肯定无法相信耶稣的话 他们心中充满害怕 他们为什么害怕呢 是疯烂太大 还是信心太小 信心太小 信心太小 不是疯烂大 疯烂也大 假如门徒 最后一次 假如门徒 我们假设 现在是门徒 把耶稣叫醒了 对吧 那我耶稣就起来 事者分了 那就停了 假如 假如门徒 不去叫耶稣 一直都不叫 请问 他们会死 会上命吗 不会 这么确定啊 不是你们在床上 对吧 如果是你在床上 我不会 好像没这么轻松吧 所以你看 真的假如门徒 不去叫醒耶稣 他们应该 是不会善命 因为耶稣说嘛 我们 我们 那个经文这样说的 我们 可以 度到 那里去 耶稣这样说的 对不对 所以耶稣 即使不叫醒耶稣 也应该不会善命 但是我们会不会 叫耶稣呢 会 会的啦 你看我们坐在这里 我说我们 会不会成功 我们会 你这么听说 假如你真的 在那个船上 我想你不会这样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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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的风浪 总能醒出 我们 信心 不足 对不对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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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们大家 在一切顺利 平安门 妥的时候 都是信心 茫茫 对吧 信心茫茫 就像你们 信账 会不会 不会 就是这样子 但是 当事情要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什么 也信心茫茫 不会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鼓励人啊 他说 你要有信心哦 苦难是坏妆的祝福耶 我才能这样子苦逼人 只有苦难 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 自己没有信心 所以 因此 生活中的风浪 是耶稣为我们 信心的考试 生活中的风浪 是操练我们的信 我们的信心 所以还记得 我曾经说过吗 我上次上个礼拜就说 圣经中80%以上的信 或者相信 这个字呢 是动词 动词就表示呢 你要一次又一次的 要相信 你要相信 你要常常这样子 要做这个动作 所以信心就是需要 常常这样操练 经过适令的信心 才是有历练的 好 我们来补一下经文 在雅各苏一章二节 大家可以看一镜吗 一起来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事例中 都要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 你们的信心 经过事例 就生忍耐 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 完备 完备 毫无缺倾 我们怎样可以完备呢 怎样可以毫无缺倾呢 就是要经过风浪 你就可以完备了 毫无缺倾 我们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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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彼得 前书一章六节 一起来 但如今 在百般事例中 暂时妖丑 叫你的信心 既被事例 就比那被活适应 仍然能坏的精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 行信的时候 得到称赞 荣耀 尊贵 并且得到 你们信心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救恩 所以你要得到救恩 你要全然的 在整个信的过程中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信耶稣 信是得救了 我们信耶稣 其实信得救 其实是一个过程 保罗说 直到耶稣再来 我们才完全得救 所以它是一个过程 信是一个过程 就像这次门徒 船行在海面上 是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过程呢 我们信心 如果被事定 这个信心 产生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救恩 这是我们看第一 这个在分难中 敬耶稣是 信心在分难中 总是醒出不足 下面要看第二 信心在生活分难中 更会 更会干嘛呢 抓住耶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大都对 十二门徒的信心 的印象 大家觉得 社会门徒有信心吗 他们 没有 阿邦是很有信心 是吧 但我们一般会认为 社会门徒 应该比我们 有信心 对吧 应该是这样 但是你如果 仔细去读圣经的话 福音书当中 门徒的信心 常常被耶稣准备 耶稣说 你们的信心 在哪里呢 这一次 还有别的地方 耶稣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 为什么迷惑呢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有一次呢 耶稣让门徒 要访备 法利塞人 跟撒都干人的教 那门徒误以为 耶稣是不是在 责备我们 没有带饼 我们出去布道 要带饼 是不是耶稣说 我们没有带饼 他让门徒 在那里议论 耶稣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 为什么因为没有饼 在那里议论呢 你难道不记得 五饼二鱼 让五千人吃饱吗 所以你会看 福音书里的门徒 常常被耶稣说 小信的人 所以门徒们的信心 是非常软弱的 他们的信心 需要经历分浪 他们的信心 需要成长 我们今天说 如果这段经文 耶稣带门徒 穿越加利利湖 到湖的对面去 耶稣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耶稣要操练门徒的信心 只有信心成长 门徒才能被耶稣 拆办出去 传福音 为什么会说个 说到这里呢 因为路加福音 第六章 耶稣 请选十二门徒 到了路加福音 再往后面读 第九章 耶稣给门徒 全并能力 出去赶鬼 出去不道 在这个过程中 是第八章 耶稣让门徒经历分浪 所以耶稣要操练 这些门徒们的信心 他们有信心 他们才可以被耶稣拆办 去传福音 那么如何提升 他们的信心呢 你说如何操练信心 怎样可以让你有信心 平平安安可以有信心吗 没有是吧 我觉得你们平平安安的时候 是最有信心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 如何提升信心呢 就是在人没有办法的时候 人无能为力的时候 人才会去寻求耶稣的帮助 抓住耶稣 这时候你的信心会增长 所以我们看 在这些分案中 对于这些门徒来讲 他们怎么可能想到 在这个加利利湖 这个湖上开床 我还需要去求耶稣 我需要吗 我们这些门徒需要吗 我们各个都是 驾床高手 游泳钩高手 对吧 在加利利 这个湖上面 我们是混得多数啊 对吧 我们从小就在这里长大 就在这里打鱼的 什么风浪都经历过 对吧 在加利利湖上打鱼这么多年 所以门徒会觉得 在这个湖上开床 我需要耶稣吗 应该不需要吧 对不对 就让耶稣好好休息 所以圣经说 耶稣睡着了 圣经没有交代 是耶稣自己要去睡 还是门徒叫他去睡 我觉得都有可能 对吧 可能门耶稣自己去睡着 也有可能门徒 耶稣啊 你去睡 你去睡吧 对吧 你看这个床尾 靠在这里 这个是交给我们 对吧 可能这样啊 那圣经没讲啊 但有可能 是门徒让耶稣 耶稣啊 你去睡觉了 交给我们吧 可能就是这样啊 所以在加利利湖上呢 看我们 你传道呢 你讲道 你累了 你先休息一下 待会呢 一上岸 你还得讲 所以我们来开传 可能这样啊 所以我想这些 在加利利湖长大的 彼得 安德烈 雅各 约翰 他们应该都这样想 我觉得也很合理 所以门徒就以自己的本事为傲 在加利利湖 靠自己本事持络 所以这些相信耶稣的门徒 他们就觉得 我们不需要耶稣 但是 当风浪开始 来的时候 可能你觉得 还可以靠自己 但是没关系 再加码 再大一点 对吧 大一点 你觉得还可以 没关系 你不要跟耶稣叫宝 他可以让风浪再大一些 他一定是 让风浪可以达到 你觉得 坏了坏了 这个 要善命了 所以你就 哇 你就觉得 我没有能力了 对吧 所以这个门徒就 最后 没有能力驾驭这艘船 甚至威胁 他们快要善命了 所以他们就去 赶紧叫耶稣 说 夫子 夫子 我们善命了 那耶稣被他们叫醒了之后呢 耶稣就 赤着狂风 耶稣赤着大浪 结果 风平滥静 如果没有 这世人 上面的风浪 请大家 听我讲一讲 门徒 会去叫醒耶稣吗 当然不会 对吧 所以门徒在加利利湖上 一定是靠自己的能力 但是信耶稣是什么 信耶稣是需要靠耶稣的 你需要呼求耶稣的 你需要抓住耶稣 不放 这叫信耶稣 所以信耶稣不是说 一切平平安安安 然后我一切靠自己 这不叫信耶稣 信耶稣是你凡事都要 依靠他 抓住他 所以平安稳妥的生活 最能够麻痹我们的信心 当我们手中有能力 特别有财富的能力 有勤 有勤财的时候 我们总是依靠自己 生活中的风浪 其实能够提醒我们 你要依靠神 你要呼求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生活中时常都有风浪的 常常还是忽然起来的暴风 你要知道 生活中时常会有风浪的 并且这风浪刮起来 你想都想不到 是不是啊 所以这些都是耶稣对我们提醒 让我们学会真正信心的生活 真正的信靠他 让信靠神成为我们 请意识中的反应 什么叫做信靠神 成为请意识中的反应呢 就是说有人 叫你一下 你会感觉到声音 你脑子还没响 你马上会跟着声音 回头 这叫请意识 不经过思考 马上一个回应 我们其实信耶稣 我们信神啊 叫成为一个请意识 无论碰到什么事 就想到 哇哟耶稣 要这样子反应 不是一碰到一个事情 首先是 这个 手忙脚乱 吓得不得了 所以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一 一遇进事情就慌了 就乱了 所以我们 第二个姐妹 我们对这个世界 需要认识的 这个世界是 我们有时候认为 这个世界是没有纷烂的 我们信耶稣 应该是平平安安的 对吧 就像这只门徒说 耶稣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 耶稣就带着门徒 一起散着船 那跟着耶稣 还有风浪吗 跟着耶稣 还会有危险吗 不可能吧 那谁说不可能 纷烂就出现了 所以你们看 事实上我们的人生 是有纷烂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有纷烂的 所以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之所以认为 没有 其实我们有几样 错误的预期 我们会认为 一切都是美好的 我们会认为 一切都是一方分顺的 什么情况 我们认为说 信耶稣 一切都是美好的 我们说跟随耶稣 一切都是一方分顺 其实我们要知道 圣经当中 已经告诉我们 有几个人生智慧了 我们一定要知道 第一 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的 这就是传道书的主题 传道书讲人生智慧 那他告诉你 人生智慧是什么 人会死 有人说这什么智慧 我早就知道了 你知道你要 你天天真的说 觉得人会死 你是人生是这样活的吗 你是觉得我人生不会死啊 甚至你逃避死亡这件事 不想起死亡 那你的人生就没有智慧 你就会碰到问题 所以我的人生 面对死亡 这是谁也命不了 你要认识这件事情 还有第二呢 你要知道 我就在这上面 第二 人生是非常短暂的 约伯记说 日子短少 多有苦难 所以人生在世有苦难 这是正常的 信耶稣的人有苦难 不信耶稣的人也有苦难 富的人有苦难 穷的人也有苦难 所有人都有苦难 跟旁边人说一下 富的人有穷难 穷的人有苦难 所有人都有苦难 第三 人生是没有完美的 你们想不想要找房子 找到一个想象中很完美的房子 那你肯定找五年也找不到 知道吗 找不到的 对吧 你要找个儿媳妇 也那么完美 找不到 对吧 你要找一个对象 高一点 帅一点 信耶稣又爱主 情也多一点 反正都是多一点 多一点 也没有 因为太多的多一点 就是完美 但是世上 人生是没有完美 传道书有一句话整个说 弯曲的不能变直 你看 有一个铁丝 或者铁棒 你把它弯曲了 你能不能把它掰直啊 能不能掰直啊 能不能掰直啊 掰不直的 永远掰不直的 总有一顶顶弯曲的 对吧 下面说缺少的不能足述 总是缺那么一点点 所以 人生没有完美 缺一点点 也可以 那你房子就可以买到了嘛 对不对 你很多事情都可以做了嘛 对吧 这个儿媳妇也可以娶得到 对吧 男朋友也可以找得到 女朋友也可以找得到 因为就是这样 人生不完美 还有第四呢 人生在世是没有公平的 如果你还在纠结公平 你还说神对我不公平 你还说那个人为什么这样 这个人为什么 你还在纠结公平不公平 你就活在痛苦中 人生没有公平的 这么多人要受苦难 神跟撒当在天上打赌 为什么选的是岳伯 岳伯要问上天 这么多人为什么是我 你觉得神要怎么回答 对不对 为什么是岳伯呢 对不对 所以那么多人当中 为什么是你 就是一样的 人生没有公平 那又说人生不公平 这么不好 好 其实最不公平的人是谁啊 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人 受到最不公平的人是谁 就是耶稣嘛 耶稣是最不公平的 凭什么要他死 一个好人死 所有罪人都不用死 他不是最不公平吗 为什么要他受苦 所以弟兄姐妹 人生在世 你要认识这几顶 知道吗 你要认识这几顶 你就开始有智慧 你如果还在纠结 那没办法 你没办法活下去 好 所以 因为我们有这几样 其实我们就需要恩典 所以唯有信靠耶稣 人生只有紧紧抓住耶稣 就不会错 所以在约伯记的苦难当中 最大的发现是 约伯记有一句话 我知道 我的救赎主活着 约伯在苦难中 经历到救赎主 并且活着 这是约伯在苦难中 约伯他的苦难的结果是 从勤封闻上帝 如今心灵看见上帝 这就是苦难的意义 所以约伯在人生 封难中 他更多认识上帝 所以人生是有这些 那么在封难中 我们抓住耶稣 下面第三 信心生活在封难中 会越多干嘛 认识耶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次的分难中 显然门主的信心是渺小的 耶稣早已经知道 门主的信心渺小 如何能使他们的信心增长呢 他们是需要认识耶稣的身份 了解耶稣的大力 好 所以弟兄姐妹 上次我在有一个微信群里在讲 我说我们信耶稣不是相信 因信称义的真理得救 是相信耶稣得救 这个你一定要知道的 我们不是去接受这个真理 让我们得救 是耶稣让我们得救 我们是相信耶稣 所以耶稣是谁 耶稣的身份 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才决定你的得救 所以信心不是认识那些理论跟知识 所以当分难这么大 我们看门徒醒起之中 他把耶稣叫醒 耶稣醒来第一件事情 怎么说 斥责分难 经文是这样写的 经文说 他就斥责狂风大浪 分难就止住了平静 门徒因为耶稣命令分难 风浪听从耶稣的话 这些门徒就在问 这到底是谁啊 这是谁啊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理解经文 真的需要回到圣经写作的年代 去了解 我们才能抓住经文的意思 在那个时代呢 特别是犹太人 他们相信 他们所信的神 就是旧约中的耶和华 那么他们信耶和华是 因为怎样的神呢 他们那时候旧约不是说 三一神 基督神 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说 我们的神掌管风和海 他们是这样来理解神的 他说 我们耶和华 我们犹太人所信的神 是掌管风和海的神 你看 在旧约诗篇当中 就有非常多这样的经文 神在广里风浪 甚至有一节经文说 在风浪中 耶和华坐这为晚 所以这些诗在诗篇里非常多 神是掌管风浪的 因此这一次 耶稣为什么会有这个神迹 就是耶稣借着这次的风浪 耶稣向门徒洗明 自己就是旧约中的耶和华 自己就是那位神 那么耶稣斥责风浪之后 经文说风浪就止住了 平静了 那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 它平静了 它其实少了一个动词 那这里应该有个动词说 并成平静了 那那个并成平静的用什么用呢 这个动词在旧约出信 旧约哪里 旧约创世纪第一章 神说要有光 就有了光 那个有了 就是这里的并成平静 或者你也可以说 有了平静 可以这样翻译 所以这里作者在写的时候 就是把耶稣醒明 耶稣是谁 创世纪第一章 那一位神就是祂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 作者路加要醒明耶稣的身份 祂的身份是什么 祂是创造万有的主 因此祂可以向风浪发出秘密 还有这段经文中 耶稣不仅仅向门徒 显明自己是创造万有的主 还要 耶稣要让门徒知道 祂是灵界的主 各位姐妹 我们需要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两个神迹 你要注意 我们读的是 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 还有耶稣赶出群鬼的神迹 我为什么会把今天两个神迹放在一起 其实这两个神迹在作者写的时候 他就是放在一起 他是两个神迹一个世界 他是两个神迹一个世界 作者是用后面的神迹 去进一步解释 行命的神迹 作者是用后面的神迹 再进一步醒明耶稣的身份 因为起命只是说 耶稣命令风跟浪听他的 后面一个神迹 进入到灵界 进入到灵界的承命 进入到跟鬼的承命 所以后面的经文说 耶稣一上岸啊 你看 那个被鬼附的人就来到耶稣的面前 经文怎么说 耶稣一上岸 那个被鬼附的人就跑过来 跑到耶稣面前呢 就伏伏在地 这个就是拜的意思 然后这个大声说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弟兄姐妹 这个被鬼附的人 怎么称耶稣啊 至高神的儿子 门徒欲尽风乱 怎么叫的 夫子夫子 就是师父啊师父啊 被鬼附的人怎么叫的 至高神的儿子 你看神学上 这个被鬼附的比那个神学上还高 门徒还低 还是说耶稣是师父师父 被鬼附的人还说 他是神的儿子 至高神的儿子 所以那个被鬼附的进到耶稣 就这样说 他说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那么我们看这个被鬼附的人啊 他应该是第一次看见耶稣吧 对吧 那他第一次看见耶稣 为什么就跑过来跪下来 哇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为什么会这样子起来 耶稣是不是第一次看见这个被鬼附的人呢 那圣经说 耶稣曾经丰富污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 那什么时候 耶稣是什么时候丰富这个污鬼出来的 耶稣跟这个人是第一次见面 那耶稣什么时候丰富这个污鬼 因为圣经说吧 他曾丰富污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 那耶稣什么时候丰富的 是什么时候 这样我们 弟兄姐妹 但是请注意 我们回过来再看前面一个景点 丰富污 我们其实能够发现 丰富污大作的原因是什么 原来在灵界发生事情 耶稣跟这些污鬼 所以这次丰富的发生 是这些污鬼在阻止耶稣到这里来 或许可以说 可能在灵界就发生了极大的属灵的征战 自然界才会有狂蜂大作 对吧 所以门徒第一个神经 只让我们看见自然界狂蜂大作 其实后面一个神经 要告诉门徒在灵界的征战 后面一个神经更进步告诉我们 为什么有蜂蜂 原来是魔鬼在阻止 耶稣到他这里来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看 那么这一次耶稣 经过这一次 其实耶稣让门徒 来认识灵界的征战 同时这个神迹醒出 耶稣是灵界的主宰 令污鬼都要听耶稣的全名 甚至这些污鬼的行动 都要在耶稣的许可范围之内 因为这个污鬼被复的人说 还不可以叫我到诸身上去 不要叫我到无底坑里去 所以他的行动都要听耶稣的 经过他的许可 所以经过这次门徒 能认识灵界的征战 并且认识耶稣也是灵界的主宰 那么这样子读的话 我们就知道 到了第九章第一节 就是《路加福音》后面那一章 耶稣猜写门徒出去传道 赐给他们能力全力 制服一切的鬼 后面才成立 所以灵界的 鼠灵的引界 门徒是被打开的 鼠灵的引界被打开 信心就被增长 所以信心的增长 不是只是看得进的世界 你要看不进的世界 你的信心就会增长 所以约翰 在约翰写的《启示录》也是这样 他写到当时的教会受逼迫 当时第一代使徒一个个离去 当时的教会问 我们教会的路在哪里 他们充满害怕 他们充满怀疑 所以《启示录》约翰说 天上到了第四章 就是天上的宝座就出现了 所以要认识灵界 要认识天上的事 你的信心才能够增长 如果你的眼睛还是看见 这个物质的世界 你的信心是不行的 所以这次的分浪 让他们认识耶稣是灵界的主宰 那还有这次的分浪 还有第三个身份 耶稣是拯救的主 那怎么看得出来 耶稣是拯救的主呢 这里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 耶稣就是旧约拯救 以色列明出埃及的神 他也是新约拯救人 脱离罪恶的救主 便且还能将人 从撒当的诠释下 叫你的指 那么弟兄姐妹 我们要把这两个神迹 要拎在一起看 其实我刚才说 两个神迹一个世纪 对旁边人说一下 两个神迹一个世纪 这是两个神迹一个世纪 那其实经文的细节 描述两个神迹就是一个细节 因为圣经怎么描述的 圣经一打开 我们读的二十二节说 一开始耶稣说 路到加利利的湖对面 就是要到格拉森去嘛 你看一开始前面那个神迹 不是说嘛 我们到格拉森去 就是这样说的嘛 对不对 那么耶稣此前的目的呢 到格拉森干嘛 就是要把那个被权归负的 在这个人身上把鬼赶出去 让这个人得自由 那么只是他们在度过去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分浪 对吧 那因此平静分浪的神迹 就是放在整个赶鬼的神迹当中的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两个神迹 一个世纪 一个世纪 就是耶稣要到格拉森去 把那个鬼赶出去 只是在走 那湖面上走 就发生分浪 那耶稣就有平静分浪 这样一个神迹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神迹 放在一起看 我们怎么看 这里有什么东西呢 各位前辈 在圣经新约 作者在写的时候 有一种手法 叫做记忆文学 什么叫做记忆文学 就是说提示你一些细节 你会想起过去 这个叫记忆 记忆文学 那记忆文学 在这里我让大家来看 这里会让人联想到 耶耳华整袖以色列民 出埃及过红海 将法老军团灭在红海中 让以色列民经过红海得拯救 就是说 这里的神迹 为什么可以让人想到 红海的事情 那这里有记忆文学 这里有什么呢 平静分浪的神迹 其实对照了 红海分开的神迹 为什么 你看圣经 那个红海分开 圣经说 神用大东风 让海水一夜褪去 所以那个过红海 是神用风吹那个海 然后把海水吹起来 形成了强缘 你说这个风那有多大 对 然后中间有一个干物 以色列民可以说 但是两兵都是大风大乱的 那个不是风平烂静的 是大风大乱 所以这个神迹就对照起来了 对吧 还有呢 群鬼附在猪的身上 你看 这个被鬼附的人 被多少个鬼附啊 耶稣说 你名字叫什么 中文翻译群 其实这个群 是罗马军队的一个 军队的一个 单位 他们说这个群 我根据一些课外书的资料 他说有五千到六千 人组成了一个军团 所以这是一个罗马军团 那这个鬼有多少个呢 如果这样讲 可能有五千个鬼到六千 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军团嘛 是一个灵界的军团 是一个魔鬼的军团 怪不得风浪这么大 对不对 怪不得使这个门徒搞不定 你怎么可以搞得定 你怎么可以凭自己的本事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军团 你看以色列民过红海 有没有法老的军团 有吧 法老追兵嘛 他们后来怎么死掉 他们不是追以色列民 追到红海里去吗 有 以色列民一上岸 结果水就聚楼 罗马 法老的军团就死掉了 法老那次是全国最精锐的部队 派出来的 经过那次之后 埃及就慢慢走向目落 他就衰弱了 慢慢就衰弱了 所以你看这里有个对照 有个军团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神迹 耶稣向人徒启示 第二次的出埃及 神要借着耶稣是来拯救罪人 脱离撒当 以及罪恶的权势 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啊 不单单是罪得胜利 要脱离撒当的权势 告诉旁边 信耶稣不是单单罪得胜利 是要脱离撒当的权势 所以我们信他 是让我们从最终被拯救 从撒当的权势当中 让我们要平 所以 所以弟兄姐妹 这次的分浪 让我们认识到耶稣什么 创造忘有的主 还是耶稣是灵界的主 耶稣是拯救的主 如果这样一位主耶稣 你认识的足够 你认识透 你就不惧怕分浪 你就有信心 好 最后我们就有一点 信心在生活疯烂中 经历了什么呢 经历耶稣统战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门徒对于这次的步道旅程 一定认为 万般修行 他们可能回想起来 万般修行 我们也应该这样看吧 对吧 我们说哎呀 明明天气晴朗 我们上个船 突然间风暴四起 哎呀多不 多么不幸 对吧 这次的风浪有可能是 门徒生命中 以前所有风浪中 最厉害的一次 因为他说我们都散命了 最厉害的 可能是这样 明明耶稣说我们要往对面去 我想也应该会平安吧 哪里知道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对吧 遇到人生最大的风 差点没有命 如果早知道这样 耶稣我们为什么坐船呢 我们倒不如 我们就走路去嘛 我们就绕这个加利利湖嘛 绕过去 就是辛苦一点嘛 起码安全很多 这次你看 跟着耶稣去 哇 甚至吓死了 碰到五六千个鬼 你说不是吓坏 对不对 那么多的鬼还在一个人身上 所以 还有的这些鬼一进到猪的身上 结果猪都跳颊自尽 哇 这个场面你想一想 那我们也只能想一下 没进过 对吧 那么多几星头的猪啊 呼呼跳下伤牙 哇 那是什么情况 所以 明明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 那些人要不要啊 那些人都拒绝耶稣 我们不要 叫耶稣回去 这次不到女神 这样看的话 真是有风暴的凶行 有乌鬼的凶行 还有众人拒绝的凶行 还有路途的凶行 哇 真是太可怕了 跟耶稣太可怕了 下次还是不要了 不要跟耶稣出门了 哎呀 真是女神太凶行 但是弟兄姐妹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 换一个影光来看呢 从耶稣的视角来看 这次的旅程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他 有惊无形 收获很多 你也可以这样说呀 你看第一 耶稣说 一开始就说嘛 我们可以渡到对岸去 有没有到 有没有到 有嘛 耶稣说 我们可以渡到对岸去 结果就到了嘛 今晚又 今晚说 耶稣对门徒说 啊 那么 今晚后面啊 渡到对岸去 今晚后面又说 他们到了格拉森 就是加利利的对面 所以他们到了 然后耶稣说 可以渡到土内兵 就可以 还有风暗中 门徒 他们不相信耶稣的话 那么前面弟兄姐妹 一个问题啊 我刚才已经问过 就是门徒不教训耶稣 其实他们的船也不会被打翻的 一定可以到 对不对 他们一定可以到 还有 请问耶稣说 是 耶稣是说 你们渡到那边去 还是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 我们 我们 我们跟你们有什么区别 我们跟你们有什么区别 你们渡到那边去 没有耶稣对吧 我们渡到那边去呢 耶稣嘛 耶稣在嘛 所以 耶稣说 是我们 那么 请问 风浪中耶稣在哪里 在床上 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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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浪中耶稣 起码耶稣在船上 对吧 其实耶稣有没有离开门徒 没有嘛 整个旅程中耶稣有没有 一直跟门徒同在 有 一直有嘛 所以 我在这里说 门徒会一开始就觉得 耶稣与他们 同在很重要吗 其实 门徒认为 没有想到 耶稣同在这么重要 那么 经过这次的风浪和赶轨 门徒会知道 耶稣与我们同在很重要 所以透过这次的旅程 门徒认识到 耶稣是创造妄有的主 耶稣是灵界的主 耶稣是拯救的主 你看 门徒的认识就增长了 信心就增长了 那这是不是好事啊 对不对 渡到对岸去 到了吗 到了对吧 耶稣有没有有我们同在 有啊 信心大了吗 大了嘛 好还是坏 好 这是好怎么这么轻啊 有些人都不敢 所以这个就是 是好 不要怕 就与我们同在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这段新闻当中 有一个人 恳求 要与耶稣同在 不知道你读的时候 你没有注意到 那个求耶稣与他同在的 整个圣经里面 上里面读下来 只有一位 那个人是谁 有谁说 要跟耶稣同在 那个人是谁 被鬼 那个鬼被赶出去的那个人 对吧 那么 为什么只有他求 耶稣啊 我想与你同在 为什么只有他求啊 别人不求 门徒不求 所有人都不求 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求 耶稣你与我同在 为什么只有他 我觉得他经历最大 对吧 因为他身上有五千个鬼啊 然后这个鬼被赶出去啊 对吧 他以前是不穿衣服的呀 不能住 不住家里 鬼把他赶出去 他是离开家 离开亲人 离开孩子啊 一个人跑到坟洞里去住 还要弯着身子 以前是这样子的生活的 现在呢 鬼被赶出去了 他得平安了 他经历了耶稣的拯救 他不想再想过过去的日子 所以他会说什么 耶稣啊 你与我同在 他才会这样 所以他求耶稣的时候 耶稣答应了吗 耶稣这么坏啊 耶稣说 你回家去 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道士 耶稣给他使命 叫他传福音 对不对 那耶稣给他使命 耶稣会不会给他能力 耶稣会不会给他权命 耶稣会不会与他同在 会 会吗 他求耶稣同在 耶稣怎么会不同意呢 那耶稣同意啊 那耶稣说你回去 传 我就与你同在 其实我们基督徒啊 我们要传福音啊 这才叫我们真正有耶稣的同在 有耶稣的能力 有耶稣的权并 基督徒信的耶稣 不是怕虎 不是越信越怕虎 那是不对的 你要靠着耶稣的能力 去得胜这一切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所以他就去传 圣经说他就满城传扬耶稣 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所以他的生命中 其实是经历神大大的恩典 经历神大大的能力 大大的与他同在 好 那到最后 再让大家思想一下 那个五六七个人 附在鬼的身 附在猪的身上 对吧 那个鬼 那些猪就拼命跑 就吵跳了 跳下山崖 然后跳到加利利湖里 都因死了 对不对 那我现在要问 请问 因死的是猪还是鬼啊 猪 那鬼呢 死没死 那鬼去哪里 好问题啊 好问题啊 那我要问 鬼去哪里呢 再去找 很康处主 再去找 再去找 那去哪里找 去哪里找 格拉森全城的人 听了这个人 被耶稣拯救了 他们是怎么反应的 惧怕 惧怕 然后叫耶稣离开 他们为什么会怕 难道这个人 被救不好吗 还是 这些猪死了 就死了 我想这个城里的人 主要是做什么生意的 猪 应该是卖猪的 有一天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在想 因为我老家在问州下雨 我们全村以前的人 是做庄做碗的 以前我下雨读不了书的 下午三点钟乌云一起 要下雨了 全村 所有学校的孩子 全部保 要盖那些庄 那些网 要盖 全村的人都保 下雨的人 那时候我们读书 读不起来 如果耶稣来到我们的村 天天下雨 我们会干嘛 耶稣啊 你可不可以离开啊 你天天下雨 我们怎么做 庄怎么做网 我想他们应该全部都是养住 这里死的猪就躺的猪 所以他们叫耶稣离开 他们发现这个人被拯救 他们反而不要耶稣 他们这些人的心里面是 汤心 汤心就得小心了 你一不小心 鬼可能就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啊 写到最后耶稣离开 我觉得下午鬼去哪里 回到格拉圣去嘛 对吧 因为这些人充满贪欲 充满贪心 不要耶稣 那刚好鬼可以进去啊 所以弟兄姐妹 他们拒绝耶稣 他们只有继续活在罪中 他们只有被污鬼继续破坏 讲到这里 其实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啊 我最近听一个纪录片 是台湾有一个以前 他是算命的新生 后来做了牧师 他就说我们算命先生怎么可以算 家里要养小鬼 小鬼就要业礼的时候 你要给他一些贡品啊什么 养小鬼 然后呢 那个算命的人过来的时候 他会一碰他 那个鬼会进到那个人里面 然后那个鬼再回来 告诉他 他生命中发生什么事 真的有的啦 越接触鬼 他说 这些算命的人越算 到最后 不是你养的小鬼 不是你控制小鬼 是小鬼最后控制 你会被鬼控制 最后你就被鬼害了 其实你 所以圣经新愿也说 我们要警戒这些偶像的误会 不要碰这些偶像的误会 所以这真的是有 但是我们靠着耶稣 要得圣 所以怎么可以圣过鬼 很简单 耶稣与你同在 鬼就走了嘛 跟排名人说 耶稣与你同在 耶稣与你同在 好 最后的结语我们读一下 第一 一起来 要知道人生与神中 分难是你无聊的 甚至是突然的暴风 因此你需要耶稣与你同行 第二 人生的分难中 才会使你经历耶稣 更深认识耶稣 属灵引进被离开 信心经过分难就成长了 第三 如果你正在分难中 不要怕 要信耶稣也在你的分难中 他的恩典够你用 我们一同一起来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 能对主耶稣说 主啊我的生命中虚好 主啊我的生命中可能经历分难 我的生命中可能经历各种的情况 主啊 但是我的生命中需要 主啊有时候我们 可能还活在试探当中 活在罪恶当中 活在撒旦的搅扰 或者撒旦的控告 或者撒旦的恐吓当中 今天我们在主耶稣与祷告 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 洗净我的罪 除灭魔鬼撒旦的奥仇 求你来拯救我 有机会每个人在神的祷告 在我们当中 你是信心软弱的吗 你要求主加给你信心 在我们当中 有人你正在疯乱中吗 你求耶稣与你同在 且你请耶稣来平静你人生的分量 如果在我们当中 你被罪恶试探 你被魔鬼试探 你被撒旦搅扰 你要分耶稣的名 主啊求你帮助我 拯救我 除灭魔鬼的主 每个人在神一起 你为自己祷告 你为自己来祷告 我会说主啊求你加深 提升我的信心 有时候我的信不够 求你帮助我 主啊你是创造万有的主 主啊你是灵界的主 一切的权柄都在你之下 主啊你是拯救的主 我只是审便如想 我只是审便做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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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